昨天13日,夜宁圈传出炫耀和PandegarMidon,今小钟遭经纪公司QB娱乐辞退的消息,而公司也发布声明证实了此事,让许多人震惊不已。 相关报道,QB对社内CP炫耀Midon,被辞退,勇敢恋爱换来的却是被退社,韩国女子组合原创文章,自从两人背着经纪公司的决定恋爱,他们不仅受到外界的抨击,Midon,这决定也似乎热怒为PandegarM部分粉丝,还把其请认输要求他退团。 即便如此,薛雅和Edon,持续保持低调,但在上周开始发现薛雅的行程被取消,很有可能已遭到公司血藏,没想到真的被QB的辞退了,Edon,也是如此,除了被迫缺席PandegarMidon所有行程,连新真集中有自己参与创作和制作的歌曲,也无法加入宣传活动,令本丝们感到十分不舍, 两人被辞退的新闻报道后,网民和粉丝不仅感到震惊,还百次不解的问道,他们到底办了什么滔天大罪,QB在声明中提到,觉得无法恢复与薛雅和Edon之间的信任关系,暗指恋爱的时候并未告诉公司,背着公司三次公开恋情,导致公司被迫收拾残局。 据悉,这次QB的辞退两人的事情,薛雅和Edon,也是透过报道,和亲友们得知消息,才知道自己招公司辞退了呢。 一些网民认为,QB的决定是因为要惩罚渲染和Edon,以两人的情况作为公司旗下艺人的借境,不得擅自违反或反驳公司。 没想到,这次QB却受到外界的抨击,表示他们不该如此对待旗下的艺人,尤其是在公司待了将近十亿年的渲染。 网民们表示,若没有了渲染,QB恐怕无法再撑下去了。 而Edon,本身是Pentagon核心成员之一,辞退了他将会激怒更多粉丝。 QB的决定不只是引起争论,网民也发现股价在短时间内大跌,而且持续滑落中,也许是发现情况不妙。 加上投资者和股东们对宣扬离开QB了表示不乐观,据悉辞退的决定并没有告知股东,才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应。 到了下午十分,还没报道相关人士,透露两人辞退的事项未确定,似乎是要挽回公司股东们的信心。 没想到,此消息却让股价跌得更多,还一度跌破6.5%了。 可是,下一天报道,这是QB一方坚持不会妥协,一样表示辞退决定是确定的。 大家被QB的反复决定感到厌倦了啦,最后,QB的发布最后的声明,表示将于下周将召开紧急理事会,商讨关于渲染和A.D.O.N.辞退的事宜,因此,目前的情况就是两人被辞退的决定并未尘埃落定,要等下周他揭晓了。